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连结器的功能 刚刚看了目的档的格式 那目的档格式看完之后 我们就来看连结器的功能 那连结器的功能就是把很多个目的档 变成一个可执行档 所以它会做一些连结动作才叫连结器 那有时候这些目的档呢 会是韩式库 有时候呢会是一个单独的.obj或.order 那甚至有时候它会是动态韩式库 那韩式库和动态韩式库两个的 虽然都是韩式库 但是它的运作原理不太一样 那连结器的动作最主要的第一个是消除外部引用 就那些extern的那些东西 那确定外部变数的位置 让程式尽可能接近可执行状态 这样子到时候载入器载入就可以执行 那它会做区段合并 比如说通通都是程式段 有时候我们叫内文段 因为有时候内文里面搞不好也不只有程式 所以有时候我们叫test 那也像那个微软的主义器就直接叫code 就直接叫程式段 那那个Gnu的主义器喜欢叫test 那其实意义是差不多的 那有时候是有一些是资料段 这是有设出值的资料 有一些是放在bss段是没有设出值的资料 那另外它会更新符号表和修改记录 那修改记录如果更新好之后 其实修改记录要拿掉也可以 那连接器的功能从这张图看起来 就是一个很大程式的理解 就是函事库目的档目的档连接起来呢 就变成有可能是函事库 有可能是执行档 有可能是动态函事库 OK 那这是连接器的输入和输出 那连接器的部分 它所做的功能 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区段要合并 程式段跟程式段合并 资料段跟资料段合并 BSS段跟BSS段合并 那合并完之后呢 当然那个程式段会变大 资料段会变大 BSS段会变大 那大致上会是三个的加种 那这边有几个例子 就是连接的范例 那么如果用LD这个指令 可以把一些点O档 这三个点O档连接出来 变成一个.dse档 那这时候呢 你就会合并成一个比较大的T段 B段 D段 M段 和S段 那基本上连完之后呢 很多很多M段的消除也没关系 那连接完之后 第一个消除外部引用 确定外部变数的位置 第二个进行区段合并 第三个要修改符号表 和修改符号记录 那这里是一个例子 就是StackMain 它的程式码是这样 程式段 它的修改记录 它的符号表 那StackFunction一样 程式码 修改记录 按符号表 StackType 它的资料段 BSS段 按符号表 那连接完之后呢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有的程式段 都会被合并成同一段 那资料段也会被合并成同一段 BSS段被合并成同一段 符号表也全部合并 但是符号表合并 和程式段 变成同一段的过程当中呢 那些可以补的位置 也要补回去 本来不是有修改记录吗 既然有修改记录 你把它修改掉了 那这个修改记录就可以砍掉 那已经修改 就是这个修改完的 我们用红色加底线来标示 OK 那至于怎么修改呢 举这个例子好了 以这个StackMain而言 你看它是2BF00000对 OK 2BF00000 现在变成2BF0014 为什么变0014呢 我们看一下 它这边有告诉你说 T0008PUSHPC 那T0008 这个是0000到000 这是000 这边是0004了 这边就是0008了 所以0008就是这一笔 记录 OK PUSHPC 所以它说 这里呢 是要用相对于程式计数器的方式 去改成PUSH这个位置 对 改成PUSH的这个位置 相对于程式计数器的方式 所以这里用F 有没有 一开始它就编成F了 F就是程式计数器嘛 R15 OK 所以这是F 原本就有了 好 那所以确认没错 它是用相对于PC的方式 然后要改成PUSH这个位置 问题是PUSH的位置 到底在哪里 那你会看到 PUSH的位置在哪里呢 PUSH的位置 你要看符号表的定义 符号表这里定义 是不是有一个说 OK S S就是SIMBLE 就是符号表 OK 好 那S这边 它说 有没有 这里 这里说 你要去修改成PUSH的位置 问题是PUSH在哪里定义 PUSH在 StackFunction里面定义 定义的 它说 S T0000 PUSH 也就是说 它是在 这个程式段 的0000 的位置 是PUSH 但是为什么到这里变0014了 各位想想看 因为你看哦 这里 是不是 它的程式段有这么长 那我这个310000是从哪里开始补的 310000是不是在这里 事实上是20的地方 那为什么是14 因为相对于程式计数器 以这个指令而言 它的程式计数器在哪 这个指令而言 它的程式计数器 如果只算这里 这是00嘛 04嘛 08嘛 对不对 但是 当它执行 截取完这个 这个指令的时候 它已经跑到 0C了 对不对 跑到0C了 好 现在我要20 减掉0C 20减掉0C 是多少 20减掉0C 20是32 对不对 20是32 20就是 16净位的20 就是10净位的32 对不对 32减掉0C 0C是多少 C是12 对不对 32减12 是多少 20 20表示成16净位 是多少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 也是14的原因 这样懂吗 所以有点复杂 你要很确定 那个10净位 16净位的对应关系 不然你就要直接做16净位的减法也可以 如果你会做16净位的减法 那就OK 直接用16净位的减法算 就不用不用这样子一直换来换去 OK 所以这就是20减掉0C的结果 了解吧 这14就是20减掉0C的结果 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 这样可能还不够清楚 来 这里为什么变成0038了 好 他说这里有个修改记录叫T000C 000C就从这里开始 对不对 POP PC 好 问题是POP在哪里 POP 以这边定义而言 POP是在T段的0028 POP在T段0028 是从20开始算0028 所以事实上是0048 我们稍微看一下 就知道了 0048 48是从这里 这里才是POP的程式 这一个位置才是POP的程式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这个48呢 去减掉 减掉这边 这边是10 48减10 38 对不对 这个就很好减了 因为即使用16进位 也很好减 对不对 48减掉10 38 所以这里是38 好 这样清楚了吗 这个要会算 如果我们有出这样的题目给你 你要填得出来 我就留个填充题给你 看你怎么填 就对 OK 而且那个填充题不只是填充题 你还要解说你的计算过程 为什么是这样 比如说你算出一个值是这样 为什么你填0038 而不是填0008 或是0035 就你要去解说嘛 你要解说不是只写数学 你写数学我不知道说你那个数学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是说OK 现在程式计数器在哪里 那我符号的位置在哪里 符号位置减掉程式计数器是多少 所以这里填这样 这样就解说完毕 好 所以连结器的演算法呢 就是把每一段读进来 如果是符号记录的话呢 那就把符号记住 那如果有那个符号补上去 就是两个符号记录 就是两个段合并的时候符号的位置会修改 就要修改位置 那如果是修改记录呢 那就把修改记录给输出了 那放到执行档的修改记录里面 那如果是对于每一个分段 比如说程式段或资料段之类的 那你就把那个分段给合并 然后输出 然后最后要去修改一下 你整个根据修改记录修改它的结构 那这是连结器的功能 那接下来就是连结完之后还没有结束 因为你程式执行的时候 你的执行档还要从 从硬碟里面被读出来 放到记忆体里面才可以执行 那所以要有一个叫载入器的东西 这个载入器做了什么事呢 你的执行档已经有这些段 基本上执行档只有这几段 程式段、资料段和BSS段 其他的应该就不太有了 那可以没有也没关系 那基本上这三段就够了 但是这两段怎么跑出来 堆积段和堆叠段都是在执行的时候 那个作业系统会帮你配置的 那如果你是写迁入式系统的话 你要自己配置 你要写迁入式系统 你要自己配置 但是各位所用的迁入式系统 即使你有写 你也不会自己去配置这一段 为什么 因为你都是用人家写好了 比如说你用Arduino 那就很简单 Arduino嘛 就是反正他提供什么寒斯库给我 就写一写就对了 但是事实上你有管到他的记忆体 怎么处理吗 没有 编译器帮你做掉 对不对 所以我们根本就即使写迁入式系统 也没有在管这个 那谁在管 就是写出Arduino的那个人 他在管 OK 所以他帮你配置好了 所以你不用配置 但是真正做迁入式系统 是要自己配置这一段的 你如果自己重新开发一个CPU 重新做一个板子或之类的 你只要自己配置这一段 就没有办法请别人帮你配置了 那这里就有一段落差 什么落差 就学术界跟产业界之间的落差 就从这里出现 你会发现学术界的人都不懂 这个什么配置 但产业界做这个的人 一定了解什么配置 OK 那我我只是尽量把这一段 写出来告诉各位 但是每一块板子 都有他的配置方式 OK 你这一个堆积要配置 要配多少 堆叠要配多大 你觉得够用就好 但是不能不可能重叠 对不对 堆积跟堆叠如果重叠的话呢 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状况 就叫Stack Overflow 堆叠意外 或堆叠爆掉 OK 堆叠意外的话就 就会产生不可预期的结果 因为堆积变成被堆叠盖掉 或者堆叠被堆积盖掉 都会是问题 那那这种 这种在电脑上面几乎都没有 就是说当这种情形产生 特别是C元的话 几乎都没有预警 然后就直接让你的程式产生不可预期的结果 所以千万堆积和堆叠不能够重叠 那也有一些电脑它会把堆积和堆叠分成两段 那就不会重叠 但是你的记忆体总空间还是有限吧 所以你就算这样不重叠 你总有一天记忆体会满 这时候你如果没有控制它继续往上涨 它还是会重叠 如果你控制它继续往不可以往上涨的话 那你每次的每一个指令都要检查 那就会让你的电脑变得慢 所以通常不会检查 所以通常还是会选择让你当掉 这是不得已 因为速度的问题 那有时候你加上debug参数 加上debug参数 它就帮你检查这个 也可以 所以这要视情况而定 所以像这样子的东西 如果你载入到记忆体 这本来应该0000的地方 可能会载入到1200 载入到哪里不一定 但是呢 这时候有没有需要做修改 如果你用相对于程式技术器 相对于PC的方式的话 不需要修改 这是为什么叫PIC Position Independent Code的原因 有没有 我们刚刚是不是看到一个叫 Position Independent Code 这有点太远了 有没有 最简单的目的 PIC是所有都采用相对于PC的定值 这样子不管你移到哪里 你都不用修改程式码 就直接用就对了 但是呢 以这个例子而言 如果今天不是采用F的情况 我们就要修改程式码 但如果我采用F的情况 就不用修改程式码 就直接把它搬进去 开始执行就可以 所以如果你有那种绝对定值的方式 你不是相对于程式技术器的 那你这里载入器的时候 载入器要帮你修改 所以那些修改记录要保留 修改记录如果不保留的话 你就只能用PIC 否则的话呢 就会错误 执行就会错误 那执行档载入记忆体后的情况 大概像这个样子 那这里会有一些符号表 那如果你是已经PIC的话 就直接载入 如果不是的话还要修改 好这是OK 那载入器的演算法 就是把每一段都放到记忆体里面 然后把根据修改记录把它修改一下 然后最后呢 把程式技术器设成启动位置 就可以开始执行 启动位置通常是那个载入点的位置 好那现在像Linux或Windows 都有提供所谓动态连结机制 那这种动态连结机制呢 它更进一步就是说 它不是让你直接用连结器 把所有的东西通通连成一个执行档 才开始执行 它是在还没有连结完成的情况之下 就开始执行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它执行到函数的时候怎么办 执行到函数的时候 它就要有一个临时 有一个程式临时去把那个函数库抓进来 然后把它放到记忆体 然后再去跳进去执行的方式 这就称为动态连结 OK 那这种有时候很好用 有时候你会想象不到的好用 像Java里面就有类似这样的机制 其实就超好用的那个MetaLoader 那就是突然之间我想到我要去载入某一个函数库 我就用动态的方式直接把它拉进来 我不用在Java的程式里面直接用什么Include 然后Import之类的都不用 然后就是我想到了 我就把那个DLL载进来就开始执行 那这个Linux和Windows现在都有 Windows就叫DLL Linux的叫.so 你看到.so shareobject的档案 那个就是动态连结的函数库 那这个有一些好处就是 第一个可以先不用连结进来 执行到某个函数才去动态连结机去找 然后去连 那不用载入全部的函事库 可以节省记忆体 你没有执行到的就不用载入 OK 那但是也有缺点 我记得Windows95的那一段时期 它引进了这个技术 结果造成很多人程式呢 软体在释出之后 然后本来可以执行的 然后过一阵子就不能执行了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那个连结的函数库更新了 更新版本 OK 那你自己这个组程式没有更新 你不知道它更新版本 它的功能已经改变 你的功能 你认为它的功能没变 所以你就把它直接呼叫 结果你呼叫到的是新版 问的是新版呢 功能跟旧版不一样 导致你的程式挂掉 那这到底算是谁的问题 这就会很麻烦 那这就引起一个 那时候叫DLLHELL 就是动态连结韩世库地域 的情况 就是 因为这种 不一致所产生的问题 那所以动态连结器 不见得一定就是好 有一好就有一坏 那 它在需要的时候 才载入动态韩世库 然后动态连结 动态重定位 有时候如果需要重定位 它还是需要做这件事 那动态连结的优缺点 第一个通常是位置无关的 否则的话 你又要重定位一大堆东西 就会很慢 所以通常最好是从PIC的 那它可以节省记忆体 节省连结时间 还可以抽换难事库 甚至说 比如说我今天 发生一件事情 动态连结有一个 很好的地方就是 比如说 你今天执行一个程式 然后呢 你发现执行错了 那个程式有错 然后呢 我直接把它拿下来修改修改 再把它编译完之后 变成动态连结档 然后再请这个程式 继续执行就对了 你可以立即修改 那甚至呢 比如说微软哪天 发现你的系统有个bug 它直接呢 发布一个patch 然后直接把你系统改掉 那你系统的bug就没了 但是如果微软呢 把正确的改成错的 那你原本没有bug的 就变有bug OK 就会有这种问题 那所以当然 有动态连结地域 但是也有它的好处 就是如果是 错的版本改成正确的版本 你突然就好了 那这个应该叫做什么 动态连结天堂嘛 好 那它的做法比较特殊 为了速度的关系几件 它通常会插入一种 很奇特的码 在这里面 然后呢 这种很奇特的码 我们就不多讲 这种很奇特的码呢 让你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呢 它会去载入那个函事故 之后再执行 第二次执行的时候 载入都不用载入 直接就执行了 OK 那这种奇特的码 有兴趣你可以去看那个 Linking Libraries DLS 比如说我在程式里面 突然去呼叫某一个函事故 那个函事故可能是使用者 用参数打的 这种会有很有意思的用途 那动态载入 我们看一下Lenus和Windows Lenus里面它有一个 你要引入这个dlfcn.h 那Windows里面 你就引入了Windows.h 那韩式固档呢 这个Lenus里面是LibDL.so Windows里面是Kernel32.dl 那载入的功能函数是DLopen Lenus里面 Windows里面是LodeLibrary LodeLibrary.es 那Lenus里面的取得函数 因为你开启那个 那个开启那个DLL或SO档之后 你要去寻找里面的某个函数 突然把它抓出来去执行 这叫动态载入 那你就要先去 从那个目的档里面 去发现那一个符号 到底在哪里 然后你才可以去执行它 所以用DL.sym去取得 那在Windows里面叫 GetProcessAdress 关闭掉 就是不再用了 就是DL.close 那Windows里面叫FreeLibrary 那这边有几个例子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Gnu的连结工具 现在我们做实物操作 已经不再是讲动态连结的部分 那后面还会再看动态连结的实物操作 那现在看的是 Gnu的连结工具的实物操作 它叫LD 但事实上我们直接用GCC就可以做连结 那我们可以用OBCDump来观察目的档 用OBCCopy来修改目的档 用NM来做符号表的页印 那这里有很多梗路的工具 我们到目前为止都只用到GCC 那事实上GCC可以同整这所有的功能 大部分像AS、LD 但是好像不能同整AR的功能 其他好像不行 至少它可以同整主意器和连结器 GCC 好 那主意器叫AS 连结器叫LD 韩式固制作叫AR 然后取得符号的叫NM 那目的档请印的叫OBCDump 目的档的转换或复制叫OBCCopy 然后去除除错资讯叫Strip 那Stream是观看那个资算表 LTrace是追踪函数的互交路径 那这个LTrace只有在Linux里面有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个真实的过程 就是这个程式和这个程式 总共三个程式就是做堆叠的部分 那我们呢 把它做用GCC来编译 加上C参数是指说 我只要编不要连 只要编译不要连结 那就是编译完之后就变成一个单独的目的档 但是我不要连结 连结是在最后这个GCC才做的 OK 那这样的功能就是你可以单独编成目的档 甚至把它弄成韩式库 但是你不用马上去做连结的动作 好那你也可以把它转成组合语言来观察 就是用-s 然后这个就转成组合语言 你观察一下它到底输出的那个组合语言档长什么样子 那这三个组合语言档你分别会看到像这个样子 StackType.S 像这个样子 那这里是BSS段 然后这里定义了一个TOP TOP的变数 那另外还定义了一个Stack的变数 那这边有定一个Push的权益变数 还有一个POP的权益变数 那这边呢也有引用 引用这边看一下 这里程式段 GlobalMain定义了一个Main的权益变数 OK 那这边有一个DefPush 这是用来引用 引用这边的Push 引用这边的POP 好 大概这样 那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那如果你用NM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说StackType里面 它每一段的大小 那 BSS段 Data段 Test段 那各自在哪里 大小多少 好 用NM可以去看 那位置是多少 NM可以看得到 好 那像这个U就是还没有定义 还没有定义的 那这个T就是指程式段 D就是指Data段 B就是指BSS段 那这边 程式段里面有一个叫Main 你也可以用Size去观察 每一个段的大小 像这个程式段是64个Byte 那Data段和BSS段都没有 那所以这一个Function的部分就只有程式嘛 这个Type的部分呢 就只有BSS 其他的部分没有 那这个主程式的部分就只有程式段 其他的部分也没有 最后连结起来你会发现说 程式段有2548 Data段有700 BSS段有704 然后 对 那 你一定会觉得有点怪 对不对 这里这么小 那这三个加起来也不会变这么大 请问其他的程式码哪来 其他的程式码是从哪来 这三个加起来 64加80 以10进位的算法了 144嘛 144就是 16进位的写法就是 D4而已啊 D4 绝对不可能到2548 对不对 差了很大的等级 这程式码从哪来 各位看一下就知道了 OK 当他连结做成执行档的时候 作业系统会自动帮他补上一些程式码 所以 你才会看到像这里 这里有没有 Call Eloka 我们也没有呼叫Eloka 也没有引用Eloka 但是作业系统自动帮你补上Eloka 这Eloka是什么 Eloka就是帮你分配堆叠 堆积空间的那个函数 所以至少要有这个东西 你才有堆积堆叠空间可以用 对不对 Call main 这个main是前面有两个 还是三个横线的main 不是你自己写的那个main 所以这个main其实里面还做了很多事 那个也会被连结进来的 所以不是这么简单 其实你的程式 编译器都自动帮你装了很多东西进去 即使你完全不引用任何函事库 完全不引用任何函事库 你的码也绝对不只是那样 这样清楚 所以连结完之后会长大 会长大 那如果你要制作静态行事库的话呢 你可以用这个AR 比如说我把这两个档案给压起来 变成LiveStack.A 那这样就用AR参数就会建立一个这个函事库 那如果呢 我今天呢 把这个GCC用LStack 就是说我要跟这个LiveStack.A相连结 那拿谁跟它相连结 拿Stackmain.C跟它相连结 这样子它输出会输出到一个Stack.E211的执行档 那这里的-L 大写的L点是指这个资料夹 也说它的这个LiveStack.A这个函事库是放在目前这个资料夹里面 所以是-L点 那另外如果你用AR TV的话 它可以显示你函事库里面有哪些档案 那它就会告诉你函事库里面有StackType.O和StackFunction.O 因为我刚刚这样压进去 所以印出来当然有这两个 这压成函事库的做法 压成函事库 好那如果用AR X的话呢就是StackFunction.O 就把这一个韩示库里面的这一个物件取出来 OK 取出来那就会变成一个单独的StackFunction.O OK所以你要到韩示库的东西还可以再取出来 好那你可以用OBJDump去观察 OBJDump去观察 它会告诉你说OK现在这个符号表里面有什么 这个目的档的符号表里面有什么 好那它的重定位记录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它重定位记录的位置 形态是DIR32 DIR32应该就是32位元的重新修改记录 然后应该是相对于层次寄出器的方式 那它这边TOP是修改的值是TOP 这个修改的值是Stack TOP,TOP,Stack 这就是我们那个修改记录 M记录的类似的结构 OK 好那先休息一下 再来看这个专案兼职工具 这个又是一大段 好先休息一下 那我要提醒各位的就是说 现在是4点12分 我下人的3点兼职工具 感谢观看